大肠面线 这家小店跟我去过别的店 风格不同 同样的价格 但是他们家的这个氛围很好 小桌子干干净净的 跟其他的这个路边的摊子不一样 这家店是美术馆附近能找到最好吃的店 为什么这么说呢 刚才我翻了半天这个地图 很多那种中型餐厅两个人适合 一个人的话还是适合来这种 尝尝这大肠怎么样 很香很入味 大家老板娘跟我说 我可以多放一点辣椒 我喜欢吃辣的 跟面线味道 到位看看刮丝的 很浓稠 然后这个面呢又不是煮断了 那种绵绵的 很筋道 不绵 很好吃 关键这么大一碗 大概只要70台币 再加上这个黄瓜 度食120 经济又实惠还好吃 如果在新加坡的话下午2点还很多人吃饭 但是在台湾就没什么人 店里除了我还有一个顾客 两个人 可以安静的享受这个午餐 很棒 我跟你们说说这大肠啊 在北京的时候经常吃卤煮大肠 这是另外一种风味啊 但是在台湾这边咱们吃的这个感觉 也很不错 最主要是大家要处理的干净 然后看它卤的味道怎么样 就是里面 带一点点的臭啊 这是非常好的 然后越嚼越香 里面的那个 这些脂肪都处理掉了 好吃